欢迎来到慕风设计学院 这一章节呢 主要是想带着大家 把咱们室内的这些软装的一些配景 配饰 软装式的东西 通过这款软件呢 能够快速的给表达出来 才知一些怎么去交代 我们首先呢 点击插入一个参考图片 摆在咱们这个滑布尺寸 你觉得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 在构图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新建一个图层 好了 选择的一般都是用了着墨里面的工作室 和咱们的凝胶水笔比较多一点 这是我比较常用的 我们在构型的时候是可以用断线的 咱们的笔呢 笔头不要调得太粗 这个位置差不多 尽量呢 咱们用的 你看我用的线呢 比较 弧度比较大 这样显得整个抱着 给人感觉胖一点 多出来的 没有关系 多出来咱们线条呢 乱线可以擦 擦除掉 但是一定要保存咱们的线呢 一定要是一个封口状态 好 再检查一下 多余的线条 咱们给擦除掉 其实这些乱线 在咱们硬装部分的时候 其实可以保留的 这样给人感觉 可能跟整个的节奏 看着放松一点 好的 现在这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咱们刚开始的 在处理图的时候 首先要看到这个 我们要去楞化它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我们有一个简便方法 要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首先呢 在这个图层里 我们有一个选区工具 选区工具 一个自动 在线条闭合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选中的 看到没有 自动直接选择 这块 你可以直接 给它一个颜色 我用的这个色盘呢 一般都是用的方形的多一点 这个就是咱们的摄像环 对吧 这边就是明度 饱和度 纯度 明度 这边上下 明度 饱和度 饱和度是左右 对吧 我用的这个比较多一点 咱们随便给它一个底色就可以了 咱们要用到剪辑某版这个工具 给它一个底色 偏灰一点 偏黄一点 都行 直接拖拽进去 我们不开这一块 不开这个选区工具 也是直接可以拖拽的 好 进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现在在这个位置 对吧 如果 如果说 我要想直接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 我们在这个里面 上面要添加一个 插入一个图像 我们直接找好的一个 格子的 放在这里面 放在这上面 可以给它调小一点 好 在这上面 我们可以开 点击这个图层 开一个剪辑某版 它就自然而然就进来了 但是一定要记得住 在这个你想去 蒙版的这个图层 一定要是在它下面 插入的图像 一定要在你蒙版图层上面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咱们这个图层 在蒙版之前 是一定要有一个色块的 要不然的话 它没有地方去蒙 如果我不去添加 刚刚的那个色块的话 放进去 它蒙的只是咱们的一个 整个这个线框 整个一个线框 在里面呢 我们可以调一下模式 比较 现在我们打开 这个移动工具 还有一个弯曲 各种都有 弯曲 各种都可以在里面调 但是不会超边界 这个是等比 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 这个是扭曲 扭曲 好 给它摆正位置 我们左边一点 我们开弯曲 好 这个图片基本上就插入进去 就成功了 然后咱们是不是要做一些明案呢 做这个明案的话 基本上咱们在这个抱枕 这块靠枕 在它的前面 对吧 咱们这边肯定是有投影的 怎么办呢 我们在它的上面再添加一个图层 为什么要再添加一个图层 在它上面如果直接 用咱们的这个笔刷 也是直接是可以的 你看 比如说这个投影是直接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但是有没有发现 它有的时候太重了 整个投影就会把 这些咱们的布的纹理就给盖掉了 对吧 在它上面 插入一个图层 新的图层 我们再去刻画它 我们看能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冻出来这块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直接用橡皮擦 给擦掉 收拾一下 咱们这个画的也比较细 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可以直接的在里面刻画出来 不需要搞得这么复杂 好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关键点 上部这块还是要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就行 侧面也有一点 好 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图层 有一个AM调节的一个地方 打开以后呢 给它调到正片叠底 调到正片叠底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 刚刚把咱们布的纹理给遮挡住以后呢 这个就已经遮挡不了它了 我们的纹理还显现出来 这样的话给人感觉透的那种感觉会好一点 透气性也会好一点 不会那么假 因为毕竟咱们操作是一个图片 好 现在呢 我们 一下拉 做一个它的最重的一个投影 看是不是在这 整个的一个投影 可能立体感会更强一些 好的 好的 现在这边呢 就已经把它这张图插入咱们这个图片 开这个剪辑模板 这个报纸基本上就差不多完成了 也不要把它刻画的太细致 好的 行 我们这块呢 先再处理一下这边这个报纸 我们再开一个图层 或者直接在图层上里 也可以 最好还是再开一个 因为一个压一个 它在它的这个 我们在处理这个报纸的时候 它的图层要开到它的下面 因为它压在它的下面 这样应该能理解吧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情况 这个图层我们刚刚开的 如果我们在它的这个图层 整个图层下面 再开一个图层5的话 你们会发现 这个这个也是剪辑模板 也打开的 千万不要这样 把它怎么样呢 拉在最下方 这样的话 这个剪辑模板自动呢 它就自动取消了 上面还存在 要不然的话 你直接这样画的话 你看是一个什么状态 拉上去是一个什么状态 拉上去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剪辑模板给关掉 你看 之前呢就显现出来了 知道吧 所以一定要 给它 拉下来 隔一层 再去刻画后面这个报纸 这个报纸呢 我们在处理之前呢 先定好它的一个色调 我们在看到这个色调 这个报纸 它有点偏橘黄色 灰色的橘黄色 明度没有那么高 纯度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呢 我们在选择刻画之前呢 给它一个底色 在拖拽的时候 看一下 找到这个图层 选中它 也行 直接拖拽 刚刚我讲的也可以 直接给它一个颜色 直接给它颜色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看到 这边已经选区已经开了 然后我刚刚给它这个颜色的时候 图层2是在它的下面 所以它显现出来的是上面那个剪辑布板的图层 这样就不对了 因为我们开的图层没有打开 我们把这个颜色打算拖在 拖在到这个图层5里面 这样就可以进得去 一定要注意 好 在这里面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直接看一下 alpha锁定这个功能 alpha锁定也是针对咱们就是 已经填充好的一个色块 它才能锁定上 如果没有色块的话 我们锁定的其实就是咱们刚刚的一个线框 所以现在开一个alpha锁定 其他的地方就不会再跑出边框了 这样的话 在处理这种软装式的时候 可能线条聚紧一点 面也聚紧一点的话 咱们让处理会方便一点 咱们选择一个刷 我们自己的调节的尼克滚动 从尼克滚动最原始的那种处理 好直接 就重新调的一些参数 用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 它有一些激励感 我们呢 可以先从亮部开始 也可以从暗部去看望它 都可以的 笔刷呢 尽量大一点 尽量大一些 潇洒一点 中间色尽量的重度高一点 然后又移一点 好 现在呢 把这块稍微加一点 意思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 它的暗部的这个暗部撑一下 那就给它往下拉 凌度给它降低一点 纯度也降低一点 看看合不合适 能不能压得住 咱们在画图的时候 尤其是前期零某的时候 不像自己搭配颜色 最好不要太超颜色 如果超着超着 咱们这个画面可能超灰的 就是我深有体会 这边的重度应该差不多 过度一下 还差点意思 你看这样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两个体积感一定要 给它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要改用颜色 哪怕画黑一点都没有关系 这边亮度是不是不够 咱们呢 给它调的稍微亮一点 明度为它提高也有 光源是从左往右的 还有一个抱着那个边 我们等一下出 先把这块紧住 再看能不能走 我用的一直都是这个画 你也可以用器笔 也可以 这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把抱着的这个边 压边给它处理一下 看能不能处理出来 α锁定可以关掉 现在也不需要大面积去铺色了 没有必要一直都在开 这个边的时候也不要太慢 下笔的时候也快一点 这样的话可能线条更流畅一点 这边也是一样 一笔不行 咱就量 问题不大 在亮步的时候 我们再加一些 它的边有一些亮 高光 那么给它描一下就行了 看细一点 再高一点亮 这样看着就舒服一点 下边还有那么有一点点 带过去 这个机房也就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处理的 这边这个 我们还是可以用到选区工具 这个选区工具还是很方便的 选择它 我们可以在原有的图层 刚刚图层我们画这个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在它的这个图层里去画 也可以新建一个图层 都可以的 因为它中间隔着隔着一个它 对吧 不会两个画的时候像冲突 因为你开的也有选区工具 都没有问题 这个颜色比它稍微要 程度会更低一点 更偏灰一点 那咱们直接就给它一个灰一点的颜色 降低 一个底色 这个颜色可能不太合适 有点色香 给到它 然后来这个我们就可以用气笔了 因为它跟它的这个感觉可能不太一样 这个有点皮质的感觉 这边就有点那种毛绒的那种感觉 这边我们给它一个气笔 换一个笔刷 找一下其他的感觉 我们一般处理皮质品的那些 都基本上用气笔用的比较多 用一个软气笔或者重的气笔都可以 用它也可以 我们找一下它的明暗交界线 这块应该是它的明暗交界线 因为光源从左边打过来 对吧 我们把它的这个明暗交界线比较重一些 试一下笔刷大小 暗部 底部这一块也要给它加重一点 不够的话可以再往下拖 这边的亮部这一块就给它往上 整个浮动不要太大 这个立体感大概有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太过多的去修饰它 这边还有一些反光 反光这一块偏灰一点 咱们也定一个吊子 前面还有一个咱们的一个抱枕上面的飘带 咱们的另开一个图层 在它的上面 不要记住不要开到它的 刚刚我们在这个画 刻画这个抱枕的下边去 要不然的话画不出来东西了 我们用一个 自己做的这个尼克滚动也好 或者是咱们的这个上漆里面的平化笔 都可以 也定不掉 调整一下大小一笔就够了 比较窄 多了没关系 划的 还是不够粗 咱们在这里面 它还有一些 它的这块应该是绸缎的 有一些比较亮的一些反光和环境色 咱们给它开一个α锁定 直接不换笔刷 该加重的 加重 一笔带过去 就可以了 上面该亮的 给它调亮一些 下部这些也开大一点 一笔过去 好的 这个也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关掉 它还有一个小的投影 把这些利用这个抱着呢 跟大家讲一下这些操作方法 有点重 这个笔也是有压感的 用力大一点 它的清晰度就高一点 这个就完成了 还差一个 咱们这个有点不易的感觉 咱们也要用 刚刚咱们那个笔刷 第一个画这个笔刷 还是用到咱们的这个选区工具 找到咱们的最原始的 线稿 在 选择它 这样很方便 把这个操作熟练以后 咱们画一些硬框部分 就会方便很高 再开一个涂层 可以 它在最后边 这几个抱枕里 它压到最后 咱们就在 所有的 把层图 涂层 它的最下面 它压到最下 就可以了 好的 行 咱们把笔刷给开大一点 这个地方 你可以给它调成暖灰 也可以调成冷灰 你如果想调成冷灰 也可以 偏向这边来 拖拽一下咱们的这个色相条 有点过了 对吧 调高一点 好 大概差不多 把笔刷调大一点 咱们这边的扶手 沙发扶手 对它还有一个投影 咱们也可以给它标 一笔就下来 这边对它造成 也有一些投影 上面呢 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好 我们把重线 给它标一下 一块最重的一个地方 开小一点 立体感 再加强 好的 如果我们在 要想做一些假的一些布纹 怎么办呢 好 我们打开这个 有一个初步 你随便选择一个 在它的 在它的这个绵暗交接线 地方 拉白一点 然后呢 绵暗交接线的地方 可以做一些 这些假的布纹 一笔就够了 就够了 这样 意思一下 这边不够亮 我们也可以利用布纹去处理一下 加两笔 下面下部不画也是可以的 如果非要画的话 一笔甩过去 就够了 足够足够 我们现在呢 可以把这个抱着下方 再开一个涂层 开一个涂层 给它一个灰色 选择咱们的最原始的一个骨头 直接 因为涂层在它的 最下面 不用担心 会把抱着的污染掉 颜色 换一个 咱们该做下部的投影 给它压重一点 再给它黑一点 画最重的一个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立体感会更强 好了 这一组抱着 咱们的方法 基本上就在这里 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一个是咱们的剪辑龙板 还有一个是咱们的 一个 选区工具 这两个在咱们画 印装的时候 都经常能用得到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 能够把这块 多练习一下 后期掌握了以后 开手链了 其实很快 就能把咱们这些 小装饰的东西 全部都给它搞定了 那我们下一季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